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们各自要在这个中间的去找寻一下这些做一些事后的分析 这些事后的分析能够帮助大家去找到在行情出现的那一瞬间该如何去做单 欧元对英镑其实是个非就是欧棒包括英镑本身都是一些在交易当中非常好的一些交易的币种 那这是连续的我们看到这些趋势线在中间不断的下坡不断的下坡 那我们做到了其中的一个做到了其中的一个 当然我们是做了三单啊 做了三单 我的天啊 不知道怎么就出现这个 强制学习英文 是sell的啊 他的这个价位呢是这个大约我们的价位是在八八七零左右啊 那目前的状况的时候我们注意到输轴线在本周的时候有啊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下挫的啊 这个行情比较大的一个下幅的运行那输轴线从上方的啊八八的位置开始向下运行啊八九的位置 现在的输轴线已经运行到八八了那我们我们会看到这个输轴线下行表明这个趋势仍在啊 比输轴线下降了八十点啊 那中间他也下降了八十点表明趋势仍在那下一个关卡价位啊 那我们看到在中间他会出现下一个关卡价位 那在接近这下一个关卡价位的时候我们会在这会再进一步去可能会做减仓 但是因为我们现在还有三单嘛 现在还有两单啊 现在我们实际在手的还有两单 下一次再往下的时候可能会再去减一单啊 再去减少一单 那下一个关卡价位就是 对吧 太丢人了 8750的位置 所以所以在8750的位置 那在下一个8750的位置上我们我们再去做再去做一个一个一个减仓的这个这个动作啊 连这个点也点8750 8750的位置上去做减仓的动作 所以我觉得欧邦这个图形的还是可以继续去持有一段持有一段这个时间去去再看再看一下这个行情 他会走到哪里会运行到哪里 那依据我们的交易系统上来说 依据Tradeline Breakout的交易系统上而言 他不会做这种他不太会做这种止盈的动作 如果一次出现下迫的话他都会去做出一个执行的动作 那我们会看到在这个行情的时候有连续的四次这样的下行的这种趋势线破位的这个走势的图形 那我觉得欧邦这个图形仍然在